OK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益生物质 我们排放的废水里面 有很多的可能是蛋白类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细菌 如果会解决废水的问题 那它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蛋白酶 那到底有多少个蛋白酶呢 它就去这个database去做注解 有没有 去注解 另外一个呢 这个另外一个database Cylochrome P450的database 对不对 Cylochrome P450这个东西 就是用来解毒用的 废水很毒啊 细菌会被毒死啊 所以它想要去看说 它P450的这个酵素 这个基因 在它的基因体里面多不多 有懂这个思路吗 我要去看说 我可不可以解决废水里面的蛋白质 所以我需要生态酶啊 我会不会被毒死啊 如果会被毒死的话 我的解毒系统强不强 所以它整理的一个表 就是在S2 S2 所以老师要换一下头影片 S2 稍微等我一下 这个地方 有没有 S2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以它的菌就是哪一支菌呢 它的菌这个地方 九号菌嘛 九号菌 这支菌 九号菌 就是 然后呢 它的这个生态酶 就是Murros 一做出来 它有一百多个 很多 这样很多 有没有 那同一属的细菌 都是上百个 甚至两百多个 有没有 所以这一属的细菌 就是会产生很多的 Peptidase 生态酶 可以分解蛋白质 另外一个就是Cytochrome P450 它有几十个基因 有没有 这样子也算是蛮多的 这样有听懂 那老师接下来就要解释 怎么用这个Cytochrome P450的这个Database Murros老师讲过了 你要回去看以前的影片了 杰明有没有 Murros的影片 还记不记得 树林记不记得 老师也说Murros吗 对 这个 去年 去年的 对对 去年的影片 有有印象 那时候跟那个 分泌系统 对 跟分泌系统一起做的 所以这个老师介绍过了 你回去翻老师的影片就有 所以你如果会用这个程式的话 你就可以算出 你的细菌 有多少个生态酶 蛋白酶 现在老师要介绍就是 Cytochrome P450的这个Database 怎么用 怎么使用它 好 所以老师又要换投影片了 又换投影片 稍等一下老师找一下投影片 都等我一下啊 是要把投影片装到白板上 所以要等一下 好 P450 有时候这个Ostice它没写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来 这个东西呢 就在这篇paper里面的 讲这个地方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地方 对不对 好 就这个地方 细胞色素P450这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从动物到细菌都有 从动物到细菌 到骨菌 甚至到病毒 有可能都有 这个P450 好 好 P450有两个作用啊 第一个作用呢 就是电子传递链 就是呼吸作用 有氧呼吸 呼吸 有氧呼吸 我们用氧来做呼吸的 有氧呼吸 对不对 有些细菌不是用有氧呼吸 用的是无氧呼吸 那个就是发酵 无氧呼吸 就是厌氧菌啊 无氧呼吸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 就是做发酵 对不对 有氧呼吸 就是用氧 最后接受电子 电子最后就传到氧 氧是电子的末端的接受者 你把这个电子 最后传到氧的时候 你就需要这个末端 的氧化酶 这个氧化酶就是这个 Cytochrome Ocidase 这个东西 这样理解 他除了这个第一个 细胞色素氧化酶 参与有氧呼吸的 电子传递链 最末端的这个氧化酶 之外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就是这个 第二个功能 我们现在讲 异元生物啊 就是我一直记不起来 那个字 异生物质 Xenobiotic的清除 有没有 这个东西是有毒的 对不对 怎么把这个东西清除 把这个东西氧化掉 他就没有毒了 所以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理解 Cytochrome Ocidase就是电子传递链的末端的氧化酶 记得这个东西 第二个要记得 他可以解读 解读 有没有 有毒性的化学物质 这些非生物物质 就是Xenobiotic Xenobiotic 可死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像我们人类可能会吃一些药物啊 或者是你食物中的农药啊 这个东西 吃进去 有毒啊 可是你们要被毒死的原因是因为你有Cytochrome 我们人也有 所以细菌 碰到这些有毒物质的时候 细菌也有 问题来了 他这个地方讲 大肠杆菌没有 大肠杆菌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大肠杆菌是厌氧菌啊 大肠杆菌主要聚株的 寄居的地方是我们的大肠嘛 是厌氧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变成大便出来之后 在实验室养的时候是艰辛厌氧 有氧气他也是可以活 他是厌氧菌 所以他没有这个 他用的是补氧呼吸 所以他没有这个 Cytochrome Ocidase 所以这个跟我们的实验就有关了 我们微生物实验啊 对不对 有一个测试 我们在塞菌的时候 做那个Catalyst 醋酶实验 双氧水滴下去冒泡泡 对不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氧化酶实验 氧化酶实验 对不对 我们把东西 实验滴在那个菌上面 或者是把菌涂在绿子上面 再滴实验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 先把菌 菌落勾了 涂在绿子上 或者是用棉花棒去把菌 盘子上面的菌 插下来 然后再去滴实验 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直接滴实验下去 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滴 氏菌下去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培养基的关系 造成这个氏菌变射 不是细菌造成的 因为我们家都用R2A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呢 学长他们都是直接就滴在菌上面 然后看它是不是出现了紫色 有没有 有没有紫色出现 是不是 大家都做过这个实验嘛 对不对 例如我 是不是 有没有 这个就是氧化酶实验 这个东西是在测 Cylochromocytase的 这个实验 有没有 所以我们微生物测出来 结果就是 紫色就是positive 对不对 有些菌是negative 没有 对不对 那对照组的话 Pseudomonas 有没有 甲丹包菌的这一颗的细菌 通常都是阳性的 有没有 OK 然后呢 因为甲丹包感觉是耗氧菌 阴性的呢 就是肠道菌科 Ecoli Ostés 通常是阴性的 所以我们做这个实验 就是在测试说 我现在塞到这个菌 它到底是耗氧的 用氧气来做呼吸的 还是它是那种 坚信厌氧菌 有氧气它也可以活 可是它没有这个系统 好 到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了吗 好 所以细菌有这个东西 有这个东西的话 它的解读能力就会比较强 我们人类也有了 好 然后呢 这个城市它用的就是这个城市 Sircon P450 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是一个韩国的科学家 收集的 这个资料库 OK 所以这种资料库是怎么收集的呢 第一个从文献 从别人的paper报告 对不对 文献 文献你报告了这个P450的 这个基因的序列 对不对 你就会存到NCBI 对不对 NCBI是一个很大的资料库 什么东西基因都在里面 所以这个科学家呢 就是从NCBI这种资料库 去把 Sircon Ocidase的这个资料 拿出来 做成了一个纸资料库 纸的资料库 所以它花很大的功夫 在整理资料 纸资料库 然后我们平常不是把我们的基因 比如说你用到一个基因 然后你就丢到资料库里头 去做BLAST 对不对 如果你是基因是DNA 你就BLAST N嘛 对不对 如果是蛋白质 你就BLAST P 然后它就会对应出来说 你的基因跟谁 资料库的哪一个基因 很像 有没有 我当机了 这个地方 你的基因跟哪一个基因很像 然后这个基因叫什么 什么基因 什么物种的什么基因 有没有 所以你的基因呢 是跟所有的基因去做比较 现在的意思是这样 我现在不是到这个基因去做 我跑去这里做 这里只会比Cylochrome P450的基因 P450的基因 这样有理解吗 有没有理解 这个就是 生物资讯在做的工作 我们把众多的资料库里面 拿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自己成立一个资料库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程式 然后告诉你说 你如果要做这方面的分析 你就把我 这边丢进来 我就帮你做分析比较 这个科学家主要做的是真菌 真菌 OK 所以他主要的就是这些真菌 有没有 真菌 真菌的资料库占一半 不是 这个全部都是真菌 是四大类 这个 真菌 这边一半 差不多一半 微生菌是蓝色的 微生菌它也收集了 OK 所以我们要丢哪一个 OK 真菌里面它就分成这四大类 这个子囊菌 什么单子菌 软菌 然后结合菌 就是真菌的四个 真菌的四个钢 真菌的四个钢 就是这个 ASCO ASCO就是子囊菌 BRASTIO就是蛋子菌 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移走了 对 已经移走了 移到那个什么 找了一去 这个ZIGO就是 结合菌 结合菌 OK 这个是微生物学里面教的 这个东西是主要做真菌 但是非真菌也可以做 所以怎么做呢 就是BLASTIO 你要把你的序列 放进去BLASTIO 问它是 是不是它真的是属于 CYLOCON P450 所以这个地方 你就点BLASTIO 点了BLASTIO之后 它就这样这样子 你就贴序列 贴序列 然后这边就是资料库 对不对 我就选全部的资料库 这边可以选 比如说你已经知道你是真菌 你就选真菌的就好 只资料库 就刚才告诉你 我们就选全部的 然后它用的程式就是BLASTIO 所以你只能贴蛋白质 你只能贴蛋白质 问题来了 BLASTIO一次只能贴一条 我如果有5000个G 那我不是要贴5000字 我会疯掉 懂意思吗 它一次只能贴一条 对不对 这个就是BLASTIO的参数 什么布洛生62的这个计算法 也就是说你贴一条进去 然后summit它就会帮你判断说你这一条序列 是不是P450 好 这边有说明书 你在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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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50这个网站 韩国的 它有说明书 说明书还拍了一个影片 老师看了这个影片 就发现它一次只能贴一条 那你一个细菌就5000个基因 那你10个细菌5万个基因 你不贴死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做呢 老师想的做法就是这样子做 我们会创到那个rest里头去注解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某一只细菌的rest的注解 rest的注解里头 这个东西跟呼吸作用是有关系的 所以rest的注解里头 这一块就是讲respiration 讲呼吸作用 呼吸作用 对不对 所以对应起来的是哪一个 蓝色应该是这个 有没有 有65个基因 你把它全部打开 有没有就看到 Cytochrome 有没有 什么Cytochrome Cyto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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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细菌一定有 有这个Cytochrome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 我们到底有几个基因是属于Cytochrome P450的这个系列 对不对 怎么做呢 到这个地方去 Cytochrome也要选 比如说老师就是打开第一 rest的第一支菌 对不对 打开第一支菌的时候呢 这个是图嘛 你在这个地方 Browse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 这个hear 这个地方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以后呢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东西 一个table 这个table呢 就是你的第一个基因 第二个基因 有没有 这些就是它给你的基因编号 你的序列丢进去以后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ID 每一个基因的这个ID 然后每一个基因呢 是在什么位置 有没有 从哪里到哪里 有没有 然后它的功能 这个地方 功能 它会帮你注解 你是什么功能 然后你是属于哪一个次系统 次系统就是刚才那个派图 对不对 呼吸作用就是一个次系统 所以呢 老师的做法就是 我在这个地方搜寻 Oxydase 这个是我打的字哦 我打的Oxydase 打到这个对不对 Oxydase 只要我的基因被注解 是属于氧化酶的 然后我enter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搜寻 有没有 enter之后 它总共呢 找到了多少个 37个 被注解是氧化酶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啊 这个地方 它就是搜寻到了 这个地方 有Oxydase 它是属于Cytochrome的 对不对 Oxydase Oxydase 有没有 但是有些地方呢 就是 搜出来 比如说这个 它就Cytochrome C Peroxydase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它多了一个字啊 过氧化酶 它到底是不是P450 我也不知道 那我只好去问资料库啦 这个是Cytochrome Oxydase OK 这个呢 是氨基酸氧化酶 这个肯定不是 细胞色素氧化酶 它只是氧化酶 对不对 这肯定一定是不是 没关系 反正就是37条而已 为什么不把呼吸作用呢 那65个丢进来 这边比较简单 徐老师 这37可是它包含65个之外啊 然后在呼吸作用里面 有一些虽然不写Oxydase 是一些怪名字 可是它可能是氧化美名 那就是你的另外65条 那我就在想 上面那个功能 可不可以选呼吸作用 或者是那个 它有一个什么 subsystem 徐老师 我的考虑是这个样子 太多 不是不是 有它一条一条 比如说 65还好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这个东西 叫做Cytochrome Oxydase 但是它的次系统是没有的 所以它没有被编写到 没有被编写到 那个派图里头去 会吗 对 它没有次系统 它是None 所以这个基因 是没有被编写到派图里面去的 这个跟Rest的不一样 这是NCBI的吗 不是 这是Rest 我现在讲的是Rest Rest里面 有一些没有编进去 我现在就从Rest 我这是Gin的主页 然后这个 这个 Bros这个地方 Hear这个地方点进去 我知道 你担心那一个没有放在我刚刚讲的65 它可能放到别的分类 别的分类或者是 根本是另外它根本没有分类进去 所以我们要有两个Search 所以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找Oxydase 是注解的基因 注解的基因 反正大概只有37个嘛 所以我就丢37次就解决了 老师操作一遍给你看 等我一下 换一下图影片 Rest Rest server Rest其实跟那个Patrick是同一个系列 有空我再好好讲一下Patrick 有没有 Rest你登录以后 就是我们家账号登录进去以后 你就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家的细菌 就第一个 第一个嘛 我就是点第一个 对不对 点第一个 我们就是看派图嘛 从这个地方进去看派图 我们平常都在看这个东西啊 有没有 然后呼吸作用在这里啊 有65个嘛 有65个 有65个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 打开 打开啦 这边我是觉得难操作的 因为你打开以后呢 你要去找到那个序列才行 需要是有知道意思啊 打开它只有告诉你功能啊 它会一个 它要一个一个开啦 是很 比刚刚那个麻烦 对啦 它这个要一个一个开 好 所以所以呢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 比较简单 用P我的 然后广 这里 啊啊啊啊啊 有有 点进去了 有没有 刚才那个here 那个地方点进去 它就有基因的顺序 然后它有一个列表 有没有 有列表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选 功能注解的是oxidase 或者是打cytoclon也可以啦 oxidase 然后我就enter啊 它就帮我找出这些东西啦 对吧 它总共只有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嘛 有些明显看起来就不是啦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东西 就不是啊 这个是那个 那个氨基酸的嘛 L-Aspate 的oxidase 对不对 其他就是有cytoclon oxidase 我怎么样得到序列 就这个地方 注意看 秀呢 哎呦哎呦哎呦 这个地方 那个cytoclon 那个地方 第一个 比如说 它到底是不是啊 它是cytoclon oxidase 对不对 可是它说 它是biosynthesis protein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 cytoclon oxidase 我不知道 它还是cytoclon oxidase的 做cytoclon oxidase的 生物合成的蛋白质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呢 就点这里 点这里哦 点了之后呢 它就会跳到这个基因去 跳到这个基因 等一下 这个基因呢 我们下次会讲 这个基因就是排列顺序啊 这个就是我们后来 做贡献性分析的时候 可以用的东西 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只要看序列 所以这个地方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序列 sequence 对吧 它说你要不要 要这个基因的DNA序列 还是蛋白质序列 当然是要蛋白质嘛 因为我们这边要比蛋白质 所以就点蛋白质 点了蛋白质之后 就show faster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东西抠下来 抠制啊 然后就到那个网站去问说 这个这一条到底是 是不是P45 这样理解 怎么样得到基因 的序列 去做 来我再换一下头影片 也就是从这里 从这里的前面 这有连结 你就可以得到 氨基酸序列 得到氨基酸序列 就是这个地方 你一点连结 就到这个网站 不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页 对不对 然后下面有基因的排列 然后你可以 得到这个序列 所以你可以得到 这个序列 你就选 要选蛋白质序列 然后把这个蛋白质序列 就贴到刚才这个地方 贴上去 然后就闪蜜的 对不对 可是他的网站有问题 老师跑了半天 他一直停在这 就不跑 我卡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库不跑 这样懂意思吗 那别人到底是怎么做的 来我告诉你别人是怎么做的 对不起 别人是怎么做的 就是这个地方 人家真正在做这种生物资讯的实验室 电脑都很厉害的 所以在这个网站里头呢 有一个下载 download这个地方 download所有的 那个P450的序列 这个地方 你就是把这个东西下载下来 把作者整理好的 P450的这个资料库 全部下载到自己的电脑 如果档案很大的话 你就要用伺服器 server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这样子下载下来之后呢 我直接在我的电脑里头 去比对这个资料库 等一下 这是all function 那刚刚有一个non function 他应该意思就是全部 全部 是哦 因为他的资料库 他就叫做function 那我们比了半天没比的 有有有 他其实就是所有人 对 真菌非真菌都要哦 就是说他download的地方 就是download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老是还没解决的问题 因为我不会啊 你现在把资料库download到你的电脑好了 因为这个资料库应该是不大 所以你的硬碟应该装得下 对不对 OK 那如果你看你要download整个NCBI的那些数据 你就是真的要这种大型的伺服器了 好 download下来之后 你就是在你的电脑做blast 不用上线 这样懂吗 这样子叫做中国大陆把它叫做本地blast 这个地方 在你的电脑里头做blast 不用上网 只要你有资料库 你有database database 你自己就在你把你的基因的序列就在你的电脑里头做blast 中国大陆叫做本地blast 对不对 英文叫做local blast 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本地blast local blast 所以在国外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程式 下载这个程式 blast to go 你就可以做local blast 有没有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程式你可以做 你可以blast这个sequence blast the sequence against on database 你自己的资料库 你自己有资料库 你要 比较你自己资料库的序列 你就要用这种程式 blast to go 所以我在猜 我们现在读的这一篇的paper 对不对 它那几万个序列 它怎么去做blast 它真的是几万个序列去做blast 那它用的就是这种 local blast 这个程式 好 好 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 tb tool tb tool 这个工具 tb tool以后呢 你去看了 这个是 老师google收到的 然后那个b站 bilibili也有这种教学 怎么用 tb tool这个工具 去做本地blast 有没有 它说打开tb tool之后 在blast的地方选 several sequence to a big file 这个big file 就是你刚才download的 那个p45 的database 有没有 several sequence呢 就是我一支菌 5000个基因呢 去against的 这个东西 的这个操作方法 这样懂意思吗 这样子我就不用一条一条丢进去 反正5000条丢进去 他就帮我算了 他可以做several sequence to a big file 所以他们真正在做生物资讯的时候 那么电脑很厉害的人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是把database抓回来自己加 然后利用这种程式 大量的计算 薛老师 他们是这样搞的 太厉害了 several是多少个 我在网站上看他们有做生物资讯 他去国外抓一个sequence回来 这个资料库 他抓了三天三页 他download了三天三页 天哪 对对对是有可能 因为很大 太大了又慢慢跑 他只好把它download到学校的server 学校的伺服器 所以你必须要有学校伺服器的使用权限 所以他就是他花了三天把databasedownload 对对对 让我兴趣的同学们加油 好吗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种人家写好的程式啊 嗯 你就像我们去网站web的差缺点就是说 我需要上网 然后透过网路去搜寻对不对 web 然后他做完之后在web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很多人在用啊 所以你要进去要排队 对啊 别人的资料库就是放在学校的server 就说速度吗 懂吗 还有 比如说那个anti-smash那个资料库 他就是放在他们学校的server啊 然后任何人进去上网 就是用他的server去做计算 那全世界人都进去嘛 所以你一条 你一个计算要计算很久 那你厉害的人就是把那个别人的资料库 那个都是开源的 open source的 你就直接全部download回来 download三天三夜 把它全部download回来 然后你就自己玩了 没有人跟你竞争 就是这个数千条不会太慢当劲 我问一下哦 刚那个P450 就是你说那个all foundry 他没有告诉我们总共多少条序列 就是那个桌上角download好像没提到 要去看那个原来的网站 他不是帮他分两类嘛 我就在想他到底有多少啊 应该还蛮多资讯才行 然后他收集的 然后他收集的 对 刚刚那个圆饼图是写百分比他有写 偷偷偷那么 那个序列没有很多啦 这里这里我看 原来的那个 学老师说他的主页这个 那个大陆 你们可以去玩看看啊 这个就是生物资讯厉害的人 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啊 我就去找别人整理好的资料库 下面有没有写我看 哦是 有有有有写有写 total有380 有没有 有啦 然后从多少物种来的 这样没有很大 440个 对 所以你当后就是38011条 对就5万多条序列吧 嗯 再加上 对 所以就是 有人就是这样子 自己 去把别人的资料 整理好的资料库 download回来 在自己的电脑里头 进行操作 嗯 这样理解 那更厉害的人 就是花功夫了 建立资料库 把众多复杂的文献 序列 对不对 然后建立成一个资料库 然后写程式 像他这样写程式 对不对 然后提供给大家 上去做这样子的分析 所以我们是很末端的使用者 就是我们就是 去使用别人写好的东西 那再稍微厉害的 就是我把资料库就抓回来了 我就自己 自己在电脑里头操作 就不需要依赖 别人的这个资料库了 而且我可以做大量计算 这样子有听懂吗 雨泽 有没有听懂啊 老师在暗示你了 你会用TB2 要不要试看看 各位同学研究生 你可以download那个TB2 不会用的时候 就问一下雨泽 所以老师现在把TB2打开给你看 稍等一下 老师开程式 TB2的打开就是这样子 下载下来一个层次 他说这个是工具箱 工具箱 给这个生物学家使用的工具箱 那最常用的就是雨泽已经会了 就是在画图这个地方 画图这个地方 他可以画很多图 包括伟恩图 但是他的伟恩图呢 只能画六个 有没有 他只能画六个 OK 更多的 我没试过这个功能 这个upset plot 他说可以画更多任何的 但是他画出来的好像不是花瓣图 是另外一种图 叫做asset plot 雨泽会用的就是这个热图 热图这个地方热图 所以就是一样 他也很简单 热图你就是打开 打开以后呢 就按照他的数据的方式 有没有 他告诉你说你第一行要写基因 第二行要写sample 有没有 你就按照他这样编写 在Excel好了之后呢 就把这个地方 覆盖过去 然后就可以做计算 就这么简单 计算完之后呢 他可以每边 他可以做各种每边 好 这是热图 然后他也可以做什么KGGGO的 这个我都不会 我现在也只会做热图而已 跟雨泽一样 然后呢 老师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blast的这个功能 blast功能打开之后呢 就有这个地方 blast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several sequence to a big file 然后他告诉你这是最常使用的一个功能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打开我也不会用 你先要有一个database 你要告诉他说你的database在电脑的什么地方 然后你要 你要 你要 你要那个比较的序列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去做blast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样有听懂吗 blast several sequence to a big file 这个功能 那如果要 要怎么学呢 要怎么学 要怎么学 可能要看影片 老师还没空去看 稍等一下 看影片学啊 稍等一下 我要去b站了 bilybily 在哪里 我的b站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我的b站在哪里 在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嗶哩嗶哩 嗶哩嗶哩 搜寻 怎么搜寻呢 天哪老师又不会用 老师都用手机看 网列板没打开过 这里这里这里 看到搜寻框 有了TB2R 有没有 他就有一堆影片 有讲中文的 TB2R怎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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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可以做那个RNASIC 做那个转路体的 然后化为N图的 有没有 研究生的师兄 手把手 教你做什么基因分析 TB2R的这个热图 有没有热图 TB2R的使用 BLAST比对 有没有 BLAST比对 比对法 应该就要看这种影片 BLAST比对 还可以做什么 蛋白预测 什么这些东西 转路体分析 还可以画那个什么圈圈图 纯干货 还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 TB2R批量从NCBI下载序列 这个就是把人家资料库抓回来 抓别人的资料库 怎么样抓别人的资料库回来 然后自己在自己的电脑里头做BLAST 有空自己看一下影片 影片好多 因为这个TB2R是大陆发明的 好像是哪一个学校 我忘记了 一个什么陈博士 他写的一个网站 全世界都很多人用 所以你去YouTube里面 也有一堆人在教 外国人 他们在学这个TB2R 工具的使用 好 所以就是download那个东西 你可以做很多 生物资讯 大陆叫做生信 生物信息 我们是生物资讯 他们翻译到生物信息 下游数据分析的小工具 他写好的工具 好 所以就这样子啦 今天就是教到 Xenobiotic的 人家怎么做 这些思路 还有一些他操作的方法 可以了 6点来了 又要吃饭了 天哪 有没有问题 同学们 辛苦了 老师更辛苦 天哪 会关在家里 同学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 你回家把今天老师 派的作业自己做 好 好了 OK 小心点 说今天死了200多个 221 这是吓死人 我的妈呀 好 OK 那就挂了 挂了 好 拜拜 好 拜拜 我脑子你关掉录制 好 你关掉录制 我问你一件事 好 好 好